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苏某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 绝对又是一款杀雕到刷新你认知的游戏 这款游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就叫它卡马子弹遗产吧 虽然这款游戏获得了玩家58%的好评 但我敢说给好评的都是报复社会的 别的不说,就说一点 这款游戏是俄罗斯开发商做的 大家心里有点数了啊 那么进入游戏吧 呃,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这个表情包啊 载入游戏的时候是一幅看上去还算比较精致的画面 然而我负责的告诉大家 这个画面和接下来的游戏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 载入结束 剧情告诉我们这是30年前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某个地方 我们出生在了一栋房子里面 可以看到主角住的房子完全就是家徒四壁 窗户也像纸壶的一样 但是就算是这么劣质的画面 游戏吊针都很严重 在桌子上拿到钥匙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一出门直接看到一台单反对着主角的家门口 这究竟是谁在监视我呀 看看这个牌子居然是加农牌 可能是用来发射炮弹的 这主角也不知道是不是肾虚 每跳一下就要深吟一声 主角家对门的这个老头是给我们不真任务的 由于光线太暗 我们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脸 但当我们打开手电筒之后就会发现 这老头绝对是食物中毒了吧 现在殷堂发黑已经没有救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村里的NPC绝对是群魔乱物 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 这里还有一个工程师 不过他说的也许是俄语 我完全听不懂 游戏居然还有个唐人街 对就是这个 到这里之后然后游戏居然提醒我们可以提升画质 好吧我就提升画质 那么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游戏里极其沙雕的镜头 唐人街前面站着这个女装大佬NPC 不仅长得极其沙雕 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他还会开始唱歌 别告诉我这是中文歌就行 不然当心我贬你 除此之外其他NPC也可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这些人一看就是从别的游戏里穿越过来的 或者就是直接把游戏引擎素材堆到村子里面来 垃圾也都是直接堆在地上 还都压扁了 这里有一个厕所 不知道是自家的还是公共厕所 但是这么光天画质公开拉翔 真的不会感到不适吗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 居然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发现有一把左轮手枪 不过只有三发子弹 还有一个坑爹的发现 前面地上有一张纸条 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突然钻出一个龙头 妈的 吓老子一跳 不知道这老头是谁 也许是作者的亲戚 为了上电视所以把他加进游戏里面了 发生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试试这把枪的威力了 就拿这个秃头胖子来试试吧 然后村子里面还出现了一个神秘黑衣人 但能看出来这位黑衣人应该不是凶手 而是个低能儿 走两步 没必要走两步 总是闲逛也没有办法 现在就来做任务吧 这个老头给我们布置的第一个任务 是让我们去他的房子后面减30个盒子 任务还是比较简单的 收集完盒子之后又给了我们第二个任务 是让我们用左轮手枪打死一个粉色衣服的男人 而这个粉色衣服的人我们都不用找 他会一直跟着主角追 你们看看还有比这个更沙雕的任务吗 不过最气的是我目前已经没有子弹了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死这个全身粉色的男人 只好重启游戏 第二次我留了子弹 但是 这个B是来干什么的呀 你没有摩擦力的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旁麦狼吗 好了还是完成任务要紧 其实我真的怀疑这把左轮手枪有没有一点威力啊 接下来我开始在游戏中寻找其他办法 意外的在一个地方发现了有一把钥匙 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 但是房子进不去 钥匙就可以捡起来 真的 这下面好像可以进去 我靠我真的卡进房子里面了 但是进来容易出去难 卡进来的就出不去了 所以我只能再次重开 最后经过我的摸索 发现在这颗井边有一个蒙面暴徒 一看就是喜欢扰乱公共秩序的弱智 这左轮手枪打别人打不死 打这个暴徒倒是一枪一个准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起他的武器 现弹枪了 旁边还专门立了一块牌子 写着没有枪 算是另一种暗示吧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老头告诉我们 这下可以去马桶拿钥匙 呃 这都是什么癖好啊 还真的就把钥匙放在马桶里啊 不得不说战斗民族做的游戏确实够沙雕 这把钥匙是打开刚才在井边的那个门 但之前游戏中我们卡巴格拿到的这把钥匙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是可以打开旁边的这栋房子 也许这里是个彩蛋吧 感觉就像是这个穿着生化服的人在这里做实验 旁边是一条哈斯奇呆若木鸡 床上躺着一个病人还在被摄像机偷窥隐私 来到之前的这扇门 我们进入这里之后画松将会瞬间巨变 这地方是哪里啊 怎么这么暗呢 如此阴暗的环境之下 还会有怪物出没 比如这个喜欢把自己卡在柱子上的 哎呦大哥我错了我错了 哦我错了大哥 哦还好还好我刚才一点都没有慌 所以这到底该往哪儿走 苏某人心里也没有数 绕来绕去绕了半天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把枪 然而我根本不想打怪啊 只想一直跑路 这里有一个刺猬 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玩具 但没想到居然是个定时炸弹 把我的屏幕都炸红了 但意外的发现屏幕亮度居然提高了 通过这个方法我居然找到了正确的路 不过最后的这扇门需要我们输入密码 这个密码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找 于是我只能去网上找 查了很久之后知道的密码大概是1489 不过这会儿我已经不确定了 毕竟为了通关这个丧心病狂的游戏 我也丧心病狂了 进门之后我们会遇到一个拿着火箭筒的外星人 他跟我鸡哩哗哗说了一对话之后 我根本没听懂 所以我两个把他打死了 因为我缠他的武器啊 然而这把火箭筒我们并不能拿到 那就直接从大门走吧 只见一瞬间屏幕上出现了两只母国昆 看来接下来这一关将会是全新的内容了 让我们点击继续游戏 我刚才是不是点的继续游戏来着 我点了继续游戏之后 这你妈居然直接给我结束了 这是什么智障操作呀 不过这么个烂游戏 为什么还要期待第二关呢 早点结束了还能少受点折磨 反正它又让我对俄罗斯独立游戏大开眼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